这是恢复水生物种29个月以来不得不妥协的事 我今年下半年开始尝试恢复犀牛消失的中华鳖种群 评论区一直有专业的网友说 现在很难找到纯种的中华鳖了 他说目前市场上的中华鳖种苗都多少有点不纯 我先看了下这边由于冬季原因还没来得及放流的中华鳖种苗 然后又查看了一边之前按照法律法规放流程序要求的 商家提供了一些中华鳖养殖自治证件 作为新手小白的我还是先入了城市 所以我抱着疑问决定去中国甲鱼之乡湖南汉寿走一趟 实际向当地的老养殖户学一学中华鳖相关的知识 你说这种原点的是那种 不是说不是所有原点的 它的鱼以前所有的鱼都是中华鳖一个体系的鱼 如果杂交之后它会改变 这种就是更纯一点 就杂交的这种是杂交的 是怎么看你说这种 没有马点的 好 一把你拿出来 这个好 这个 哇 翻过来看一下 这个好 纯中华鳖 它的鱼是越大 年龄越大越大之后才发我就没用了 这样子 这个 这中华鳖 纯 纯中华鳖 嗯 这种 为了让我有更深刻的理解这边的兄弟带我去了甲鱼捕捉现场 山里长大的孩子算是长见识的 目前看到的画面是工人在鱼塘利用工具摸甲鱼 然后这边是利用机器把鱼塘里面收集的甲鱼拖上来 这一带看样子摆进往上了 下一步就是把设计起来的甲鱼放入大箱子里面利用水流清洗掉泥巴 兄弟们你们说要是一个月把这一筐吃完能不能解决脱发问题啊 这边最后一步就是按大小分减把带鱼的全部删写出来 接下来进入正题 老养殖户继续给我科普中华鳖的相关知识 中华鳖细长 细长一点 然后这个背部 背部 还有一个 它的那个裙边呢 它们偏硬 裙边偏硬一点是吧 这个裙边它们软搭的 软搭 越是纯种了它裙边越硬 它就是说 它的那个胶原蛋白啊 它们更高 等于说整体的话它这个局面好薄 它那个局面会更厚一点更厚一点更好看一点 懂懂懂懂懂意思了 这一趟主要来收入破风 非常感谢汉寿牛哥的热情接待和实际科普 还特意送了两只纯种中华鳖啊 实际考察后我大致了解了一些情况 如果有些地方说的不对 大家谅解一下 养殖户在养中华鳖的时候 为了追求利用最大化 日积月累下中华鳖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所以单纯的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的法律程序做的话 虽然总苗厂家标注的都是中华鳖 现实是确实没错 但是十几年的养殖放了下来 总苗大部分都不再纯粹 对普通人来说这并没有错 毕竟是依法依规合法的去放牛的 现阶段下这确实是我们该面对的问题 也是不得不妥协的现实 通过同老养殖户接触 我们还是有能找到纯种中华鳖的办法的 那就是千里挑一或者是万里挑一 这个就需要资深养殖人员来完成了 以后我们就去这么完善解决放牛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